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获得奥斯卡最佳的女主角奖项 此成就至今没有一位女演员能超越 在业界内被称为电影史上的灯塔 美国电影学会评选的 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一位 凯瑟琳克本以独特的戏剧天分 纵横美国影坛六十多年 她是黄金时代影后中的影后 一个伟大的传奇女王 人们称之为美国的艺术瑰宝 二 奥黛利赫本 奥黛利赫本 1929年5月4日 出生于比利时普鲁塞尔 英国电影与舞台剧女演员 她是美丽和优雅的代名词 而优雅是唯一不会褪色的美 因而被时尚杂志 也将赫本评选为 有时以来最美丽女人第一名 1953年 奥黛利赫本出演电影《罗马夏日女主》 早就获得奥斯卡最佳的女主角奖 她一生中拥鸿赫 五次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 同时也为我们贡献了一个永恒的 美丽高贵的公主形象 无论时间怎么流逝 她的美丽与优雅是永恒不变的 三 秀兰邓波尔 秀兰邓波尔 1928年4月23日 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莫尼卡 20世纪30年代的好莱坞著名童星 她以自己的歌声 舞蹈 甜美的微笑 和天真无邪的性格 点亮了美国人的生活 成为荧幕上最可爱的小精灵 邓波尔一生出演过43部影视作品 分别有《小上校我们的小姑娘小卷毛》等影片 大部分是在她12岁之前拍摄的 然而 邓波尔从一代荧幕同心 华丽转身美国外交馆 她有着比诗瓦兴格正耀眼的履历 曾被任命为美国驻加纳大使 和驻杰克斯洛伐克大使 还曾是美国国务院李宾斯司长 即使大半个世纪过去 人们依旧把她称为天使 4 玛丽莲梦路 玛丽莲梦路 1926年6月1日 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 好莱坞 性感迷人的巨星 金发红唇 略显慵懒的声音 一贫一笑既显风情万种 1962年5月19日 梦路在麦迪逊公园广场上 为约翰肯尼迪总统演唱生日快乐歌 她被美国电影学会选为百年来 最伟大的女演员排名第六名 史密森尼学会也将她列入百名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美国人名单中 祝奇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